你好 我們看我們的康師傅如何料理 先把那個角剪掉 前面尖尖的地方 剝殼 為了擺盤漂亮 吃人方便吃,不用擺盤 老頭為何 先把前角跟後面的角剪掉 先把前角跟後面的角剪掉 先把前角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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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背 切背 切背,你不要切太深 切一下就可以 切一下,你的手筋拿起來 你要把手筋拿起來 來來來來 這是刷筋 黃黃就是膏 不要把膏拿掉 不要把膏拿掉 上次有人把膏全部拿掉 說他們怎麼沒吃到膏 你要分開 這是刷筋 不要把膏拿起來 我們這個大塊的特大名蝦 有很多膏 不知道他把他拿掉 上次有一位朋友 問他說你的特大名蝦 有沒有吃到蝦膏 他說都沒有 我問你是不是把他抽掉 他說有可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很明顯 砂巾跟 砂巾跟膏是不太一樣的 砂巾是黑黑的一整條而已 來 這張也有膏 這個季節一定都有膏 對吧 這條才是刷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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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刷筋 這是轉刷 抓刷 其實這是比較好的做法 鞭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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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刷筋 直播就沒吃下去了 回家再刷 而且我們這種野生的明蝦 放心 不會有什麼抗生素 它這個阿拉不摘的油 絕對是沒有的 它不會是泡那個什麼 藥水 藥水 黃沙黑 它就是 集數能動 集數能動 最好的明蝦 然後所以 以前我們不是說養殖的蝦子 不要吃頭 這種蝦子你就一定要吃頭 最好的養分 天分都在頭裡面 鹽巴一灑就好了 羊 撒一點鹽巴 等一下要準備下鍋 剛剛師傅有講到 火不能太大 煎鍋不要太熱 煎鍋不要太熱 這是 什麼油阿 橄欖油 橄欖油 所以我們 集數 放一點把打下去 放點 奶油 奶油比較油油的 對 放奶油的意思是 防它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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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鹽巴,奶油跟橄欖油 這是什麼?胡椒 鹽抹的胡椒,這剩黑胡椒 白胡椒、黑胡椒大堆 這邊是在燙我們的鳥巢麵 也是義大利寬條麵 味道已經開始跑出來了 已經有香味開始慢慢出來了 大家要煎多久?像這樣燙燙 沒有啦,要熄了,要讓它刷 要蓋一下 用一下蓋子蓋子 如果那個什麼 白酒煎麵蝦,要用什麼白酒 白酒煎麵 要用香燙的白酒就好了 香燙的白酒就好了 香燙的冰,不能甜 不能甜的 那個 比較脆的白酒 那些好處都要買的 哦 我一回吃的白酒明蝦,是真的也不錯吃 哦,你看,冰冰的 哦,這麼漂亮 這個每隻蝦子都有蝦膏 哦 這也比較大一點 一隻手 基本上,你看我們這個蝦肉會翹起來 就表示鮮度一定很夠 你如果不夠淺他就脫嗎 不夠淺他肉夫夫啦 嚇不起來 對,嚇不起來 不小心 會會會 被散開都會有可能 背部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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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到... 到...到... 到...到...到... 到...到...到... 這兩千塊又怎麼會 到...到... 到... 好,現在我來蓋一下 蓋一下 鍋蓋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櫛瓜還是做麵 做櫛瓜 明天白酒 給它燜一下,小火燜一下 我們現在要煎櫛瓜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料理是櫛瓜明蝦 來,先下櫛瓜 櫛瓜很簡單,只要切斷 也不要太薄,比這兩面煎好 煎,不用煎出來,要稍微煎出來 稍微切一切 那蘑菇放在一起 好,下完櫛瓜,下蘑菇 用大蘑菇 有一點,上色 有點焦焦的,會比較好 有味道,然後也比較好吃 好,有點上色 看起來比較好吃 對,要外脆,要嫩 多吃 椰瓜 建議買綠色,椰瓜不要買黃色 有什麼? 咖啡 椰瓜,綠色好放,黃色不好放 而且,黃色容易苦 哦,了解 所以,椰瓜要買綠色 比較好放,它不會苦味 好,這樣就夠了 再來放點 放一坨肉桃下去 哦,這個是 就讓它自然化 軟化而已 蒜末 蒜末 放在旁邊 都沒有放在火上面 第一溫 哦,現在 再來,九層塔 切末 切成小段 再加點胡椒 鹽巴 翻炒一下就好了 哦,翻炒一下就夠了 再加點白酒 哦,橄欖油 橄欖油 哦,橄欖油 哦,我們的蟹已經熟了 兩邊都調起來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明星 你看 哇 這麼好吃的 很香的啊 先把椰瓜擺盤 等一下,還有蘑菇 哦,這樣就香香香了 如果過年,有想吃不一樣的蓮菜 回去喔 就把我們影片看 看過 可以再做一道料理 哦,很香的啊 趴薯很腰的啊 這魚,蝦油都不要丟掉 不可以弄掉 我再淋上去 好,OK 切到菜就好了 我們這個 櫛瓜明蝦 蘑菇明蝦 完顧 今天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 馬上忘記了 這是我們的 明蝦櫛 對啊,哇 這個蝦很大隻 很大隻 這是特選的 特大明蝦 你剛剛在直播蝦 對對對,來看一下 看我們這個 蝦子摘不 對啊,直播蝦 你皮看看,很香的耶 很香的啊 你皮看看 我們怎麼會暈倒啊 你怎麼吃才會生啊 你夾一個 夾一個薑黃雞 一份就好了 第二份半下 第二份半下 你還在吃 哈哈哈哈 還第一份半下 兩天還在吃 對啊,你還沒看過 外套那裡 你那個桌子 我家去看看 欸,你再吃看看 來來來 蛤 蛤 我們來,先我們來看 致命船長 吃 明蝦 野生明蝦 不是 為什麼 真的有多大 有兩隻大明蝦 像他這麼大隻 兩隻啦 裡面還有兩隻大 這個啦 這個啦 問題是 這一隻而已啊 嗯 我告訴你 我這隻的明蝦 真的好吃 讚喔 而且這種料理手法很簡單 其實我今天是來三種回診的 我們這個致命船長就找我說 欸,要不要來這裡吃午餐 所以就來這裡 就把 把剛剛帶上來的明蝦 拿來這裡去 那我們這個康師傅 就很熱心了 先幫我們煮個 明蝦櫛瓜 你要從頭看到底 好,再從頭看 你這家人要聊到意思 我你不太意思 有甜嗎 好 你不要再點 你不要加甜甜前菜 呵呵呵 不想講 好吃到不想講話 好 幫我換 來 老闆換你來吃吃看 我練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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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在這裡 麵包的那個 鄉村蘸醬 這個是 生麵糰 這個 醬油雞 這個 乾燥 開動了 我來吃吃吃看 我們 的明蝦 明蝦在外煎 它會保持碎路 你把外煎 它會比較硬 一口咬 一口咬 讚 好 好 好 這是 夾瓜 喔 拌這 豬猴 有 一口咬 捏 一口咬 玉蝦麵 剩下 這個 吳 我 那 我 madness 但我們有蝦 有配金菜 還好啦 這 用來 肉 手把 給大家 那麼 要把它解決一下 讓各位在過年的時候 多一個聯賽可以不同的做法的聯賽 那我們這一節只要